大家好啊这快七一了哈这个我党我党哈期盼着营造一种喜庆快乐平安顺遂热烈是吧这种氛围可是你说这个各地啊各种的事故频发呀先不说疫情根本就没控制住哈 但是各地前两天湖北实验是吧我老舅在那1971年就在那去了50年了是吧然后前两天跟我表弟联系了他没事他不住在那附近那是四一厂他不住在那边啊他说离得挺远的他们那暂时没什么事啊这个这两天有信息出来了啊说是提前一个小时 其实就泄露了有人就报警了就是官方的反应还是迟缓所以这个拖来拖去就爆炸了啊就这个事在中国老百姓呢反正是吧首先你住的地方就不够安全其次这个消防队呀什么应急管理呀他对你就不够重视这是肯定的啊 现在啊福建省上航线又出问题了因百九席发生一起意外事件至九死七伤你百个九席还死16个人吧死伤啊 这个6月22号昨天啊上午11点40分左右上航线南阳镇河南不是有个南阳吗哎韩国有个地儿也叫南阳啊交这地名的很多啊上航线南阳镇南阳村13组啊一群众在前后两房 他们家两个房子中间过道百九席啊上航是闽西这都是革命老根据地闽西革命根据地啊什么杨成武吧什么叶飞吧反正很多福建的这个所谓老革命开国将帅很多都是那边的啊啊在两楼房底拉设遮阳布啊 他盖两座楼挺挺有钱在楼房底啊拉那个遮阳布结果因一方受力过大拉扯其顶楼围挡砖墙意外坠落啊有那砖墙可能不接是吧还是怎么回事结果造成九人死亡七人受伤哎呀真是现场救援于十四时许结束 救援了两个小时零二十分钟吧伤者已送往龙岩市和上航县的医院救治啊他们归龙岩市馆龙岩我去过啊我没到过上航好像有个古田会议吧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是不是就在上航啊是吧我去过那个还有常厅是吧我去的是永定那有土楼我去看土楼去了 我对这个红色遗迹啊什么古田会议遗址啊什么这个嘉兴南湖的红船呀啊实际是个祭船花船啊是吧什么韶山呀尊义呀井冈山呀啊延安呀西百坡呀我都没兴趣啊 我在中国就是去那些自然的风光的地儿我还可以看一看啊 估计是送龙岩市市里边的他治疗条件啊医疗条件更好可能是重伤啊清伤也许送到他们县医院救治了 目前事件正在进一步的处置中 还有这个宁波宁波啊也是昨天宁波一工地那个打装机倒塌了 一个轿车被压车内两人身亡 这有照片一个黑色轿车 这个是浙江宁波是阴州区啊阴还是阴啊 就是原来叫阴县吧或者阴县啊应急管理局通报啊 他们有人说说被砸中的是永港集团的永港现代集团的老总 叫赵庆永就是三点水那个波涛汹涌的永去了三点水啊 这个永就是宁波的简称啊 就像福建的福州和这个四川的成都都叫熔简称都是熔 但不是同一个字啊 一个草字头一个木字边是吧 广州简称是岁也叫五阳城是吧 就这一次叫赵庆啊 说永港现代也是房地产的吧 然后有人说难道是建筑公司老板被建筑机械砸死吗 然后有人说了这是我们圈内的大佬啊 是赵庆说就是他 这有一个叫黄毅清的1985年生的中国大陆的网红 还是个网络评论员 还是SSCC上海超跑俱乐部的董事长 他去年啊去年 7月10号被上海市鸿口区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结果这个人是个毒贩子 但是他平常表现的是一个爱国的啊 他说他是18年发了个帖子啊 他说为了再次留个证据 我特此立帖 2020年底前台湾必回归 就是今年年底前啊 说唯一不确定的是到底是武统 还是咱们刚上堂子弹上堂啊 要要打 说对方就下跪求饶 要看到时候现场情况 这不好说 但是2020年底前台湾回归祖国 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请收藏本条微博 方便你们到时候回来点赞 记住我的话 还Remember 他要记住 结果 自己啊 进了监狱还贩毒啊 这瞎扯吧 别说2020年年底了 再过50年 台湾人依然享受着民主自由的好日子 是吧 大陆 我我昨天做节目就说了 你大陆的 政治上啊 政治上要比台湾落后至少70年 是吧 台湾早就有地方自制选举 只是因为这个动员勘乱时期啊 就是这个内战没结束 总统的直选 直到1992年吧 92年还是96年 李登辉啊 才总统直选啊 但是人家总统直选也20多年了 之前台北市的市长有一个叫高玉树的吧 还有很多县市的都不是国民党级的台湾的县市一级的这个地方直选跨党派的早就有50年代就有 是吧 所以我们比人家落后多少 你一个落后的是吧 台湾的经济人均收入啊 政治的自由度宽松度 是吧 媒体的自由度 是吧 你怎么能跟人家比你何德何能 是吧 我常说的一句话啊 您何德何能 是不是啊 中夏夜啊 现在外面还有人在放鞭炮啊 放烟花特别漂亮 然后远处的月亮特别远啊 海上啊 我们这海上全是那个波光淋淋的 今天特别美啊 有点像我在北京的时候过中秋节的感觉啊 多多少少的啊 有一点小小的想念 故土了啊 想念家乡的亲人